哈啰 大家好 我们是来自季生满航的度眼龙show 我是你们白 我是Izandra 我是你们的师傅Simon 那今天呢 就是由Simon师傅来分享一些 关于到鹰的能量 在我们的住家住宅里面的 周...我也不懂 对 周围 他要分享什么我也不知道 所以请开始 好 那大家 你们是不是觉得家里很硬 啊 怎样 觉得家里很硬 怎样 好 怎样觉得家里很硬 对 你们是周围啦 家啦 嗯 有没有这几样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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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ilding 或者这几样地方 怎么说 好 怎么说啦 你家附近或者周围有没有医院 啊 医院 还有监狱 监狱 有没有监狱 还有什么 监狱就是警察局了 坟墓 有没有坟墓 看我猜对了 好 还有什么 灭了 有没有这个水沟 哦 水沟 就是粪池每次 飞去那边 哦 飞去那边 这几样啊 最基本的哈 对 很多人呢 住在这个附近呢 家里周围都很 啊 而且非常非常 嗯 好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哦 他们不知道 他懂他住在这个地方 然后周围有这些东西 但是他们不知道是因 就是会影响到他 会影响到他的家 影响到他家里人 影响到他的事业 影响到他的婚姻 影响到他的财 嗯 影响到他的孩子 健康之类的 嗯 很多人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哈哈 可能为什么 你会想 为什么这些人呢 会买他的 这个家 在这个地方 其实他们买的时候 没有去想这样 对 对吧 可能便宜啊 可能一看到这个家 就很美啊 一见 一见钟情 一见钟情啊 对嘛 但是他忘记 卫士周围的风水 也是会影响到 对 你们住的家 嗯 哈 那其实呢 这个时候呢 你就知道你的家很硬了 对 所以很硬的时候呢 今天我 Simon师傅 就会跟你说几个方式 来去房子 去扛这个硬去 哦就是房子 就是你已经住进去了 没关系 Simon师傅来就对了 就是一个英雄的概念 就是一个英雄来救你 这样子的概念啊 哦 我还以为你要跟他们讲 不要买 不是不要买 对 如果你们要买的时候 嗯 OK 你就看 对 如果你看到旁边有 你不要这样多麻烦的话 就不要 就不要 去买 哦 但是你已经买了 今天Simon师傅做你英雄 要救你 这样 但是呢 其实有些人比较特别 需要在那边买 对 这个是另外一句 这个我懂 应该是做其他行业的人 好 这个我应该懂 然后呢 如果你们已经住在里面了 我不可能叫你搬家 对呀 对吗 对 你要搬家也是可以的最好 但是很多人不能够说要搬就搬 对 那要怎么去 去去防 怎么去扛这个能量 怎么去化解它 对 对吗 那我看到了很多很多房子 尤其是靠近这些坟墓 嗯 它们的这个四周围的篱笆 对 是特别高的 哦 是吗 对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 因为可能怕四脚蛇爬进去这样 哎 对 我是四脚蛇啦 如果是其他东西爬进去就有点紧张了 可以 可以 不要 不要 这样子 我怕 你住靠近坟墓 那叫我怕鬼 你们信吗 你住靠近坟墓 有四脚蛇爬进来 还好 你不要其他东西爬进来 对不对 对 那其实呢 僵尸这样 其实呢 你这个这个墙壁多高都没有用 啊 因为灵体都会透墙壁 对啊 这没有关系 对不对 对 所以呢 其实很多人弄高这个墙壁呢 就是他们住在里面看不出外面 啊 什么意思 所以他们住在里面这个夹 它的墙壁够高 它就看不到那个粉 啊 你是讲对面直接对着 对 就是这个笔 啊 随便买这样的屋很恐怖 有很多人 就可能我 有些人买了这个屋 它本来不是粉墓 但是突然间它开发变成一个粉墓 你想一下 你每天也跟你的邻居这么多朋友 天呐 但是应该不是我们这样子的人 应该都不会买这种屋子 对不对 那其实呢 这个这个墙壁它弄到很高 对 是给它自己看不出外面 就骗自己就对了 嗯 可以这么说 哦 他们也觉得这个墙壁可以挡掉这个杀 哦 除非你做一样东西 哦 等下我会来说 但是呢 平时呢 你把这个墙壁弄高 你自己看不到 但是那个能量还在 嗯 对 那咧 有两个方式 今天我沙文师傅会教你们啦 第一个咧 就是因为它 银 那银需要什么呢 阳 对 要什么 阳光 什么东西 阳光 那晚上没有阳光 你要用什么 UV啦 要用灯 嗯 对 那你们要用灯呢 就是说 白天晚上呢 嗯 家里越亮越好 哇哦 真的 越亮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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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 所有房间的灯开 外面的灯 可是睡觉怎么可能 很多人睡觉都关暗暗啊 对 你睡觉关暗暗 但是你有一个这个座台灯 嗯 对吗 起码要有一个灯 对 小灯也好 外面又亮 你要亮 你不可以按到晚 按就是阴了 对 那个四周围的环境已经够阴了 你的家再阴下去 你就 很辛苦 要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善哉善哉 观音菩萨 观自在菩萨 然后念很多悔降经给他 对 很多朋友啊 可以累积工作你想一下 如果你们今天是刚好是修行的人啊 像我们这样子啊 然后你们就可以很大的机会去帮助众生啊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我觉得 嗯很好 真的太棒了 大家你们可以去选 不要听他们师父 你们直接去选 隔壁就是本木的地方 哈哈哈 好 第一个就是把你们的家作为放亮 嗯 然后除了早上有阳光窗帘开哈 对 门开给那个去通风 通风 然后家里 这全部是阴风啊 阴风没关系 有阳光 阴风阵阵 那有阳光 早上 嗯 晚上灯开到晚 晚上要开一场光 天费啊 什么时候你还我的天费啊 就有LVD灯泡啦 比较便宜一点 对 LVD不是比较贵 LVD比较便宜 哦 哇 不用说你一间房要开十粒灯哈 就至少有灯就好了 有亮啦 对 有亮 不要买那种 好像去那种夜场啦 那种灯 好像没有灯 轻色这样 灯没有灯 轻色 这个跟接近坟墓 对 起码你有灯可以照亮 对 好这个第一个 那第二个咧 就是把你的墙壁 对 好 对 OK 比如说 OK 这个不只是给粉末啦 嗯 OK 刚才那个灯也是不只是给粉末 如果你有这些什么意愿啊 建议啊之类的 就比较阴的 大型的阴 有灯就好 第二个咧 就是 把你的墙壁 油 亮亮的红色 哈 可以在那边拼嘎勒这样啊 不是拼 对 亮红 不要深红 不是猪肝红哦 就是亮 不是像我这样子的红 是亮亮的红色 对 对 因为亮就是它灯光它的这个阳光 嗯 为什么红呢 因为它是火 对 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灭都是红色吗 因为阳 阳 火啊 火就是灭影 对 对吗 其实它不是灭掉 它是平衡掉 对 所以你的墙壁外面 刚才我说的这些高墙壁啊 对 如果它没有红 也是没有用 对 白色其实也没有什么用处 最好就是红 因为这个五行来说 红色就是代表红 嗯 对 嗯 好不好 好 亮一点的红在你的墙壁 你家外面的墙壁 或者你们的篱笆门 亮一点的红 好 如果要更好就是亮红再加灯光 哇 一整个庙的感觉 一整个住在庙 人家有一话 你有喜事话 你过年了 这样找过年 就是一直唱开那个 你要顺便讲啊 大家已经养了红色灯嘛 养了这个墙壁了嘛 再加上一个 恭喜恭喜恭喜你更亮 对不对 所以他们会问我啦 他们师傅如果我住在靠近 这些 这个医院啊 为什么医院营 你们知道啦 因为有病人啊 然后有些病人去世的 对吗 那监狱也是很多人去世 然后很多这种 烟气 烟气啊 生气的能量啊 对 诶 酒吧算吗 这个酒吧呢也算啦 嗯 但是酒吧没有这样严重 对 就没有那个监狱啊 医院啊 坟墓这样杀气是吗 对 监狱杀气 因为很多人这些犯罪者啊 对 然后杀人犯啊 对 抢奸犯 所以他们的盈气是非常大的 对 然后呢 其实 就是 夜场呢 他们喝酒啊 可能吸毒啊 之类的 对 也是赢 但是没有像他们那些这样赢 对 然后坟墓你就知道啦 坟墓 全部埋在地下 对 对 好 那他们会问我 什么事夫啊 这样住靠近这些是多靠近吗 对 然后 多野 对 对吗 靠近就是在你隔壁了 哈哈 一出来 诶 坟墓 一出来 哦 医院在我对面 一出来 警察局 对警察局在你旁边很安全 因为警察保护你 对吗 对 但是音器来说是好 对 就是 灵体宣传的东西 就是警察保护不到你这样 对 好 然后呢 多野呢 就是说你可能驾车要驾长二三十分钟 对 那就算野 那就算野 只要在二三十分钟过后就不算静了 对 就可以了 如果十分钟就到 二十分钟到 推进 哦 那个能量还是会影响到 还是会影响到 对 明白吗大家 明白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哇 我跟你讲啊 如果是我 我觉得啊我会去找那种啊 就是很多 灵体的地方 你想一下 诶 你想一下 你们想一下啊 虽然什么是不要大家好 因为不是大家每个都修行嘛 但是啊你们想一下啊 如果隔壁啊就是那种烟气很壮 没有毁向念经 毁向念经 给他们 诶你们利益众生耶 对 其实啦 你不用把整个家或者整个墙壁有这个亮红 如果它 比如说啦 诶可是太多火的时候会影响整个家 不会 因为那个阴气已经够阴了 没有家人呢 你外面吗 你不是里面 哦你刚才讲的是外面图 对 我以为你是讲 怎么要在里面 没有我以为是什么 我以为你是讲 就是这个坟墓在旁边 然后呢 我住在里面 这个墙壁的里面要图 外面 因为你要打外面的音 哦 我以为是讲 你要在家里面不要给他们进来 而且不是四周围 你的坟墓如果在左边 在东 你就会由东边 哦 哦 如果它是在西 你就会由西边 哦 但是灯开完 哦 真的很好玩 那灯需要红色吗 灯不用 你灯红色就 真的很想妙 你就会来早上什么 为什么 因为灯红色就是火 然后呢 如果你家里里面太多火 就会影响到你的健康 这是我刚才要问的 哦 所以不要 哦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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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不要不要 多事啊去买红色灯 对 白色灯 对 诶其实如果 咱们生活怎样会知道 就是家里的会很硬 就是除了看这些东西 有没有那种像 比如说他们会有什么 症状发生啊 就是会代表硬的物质 这样子 就是做东西不顺咯 比如说你的生意 本来可以 可以承认 然后一直断咯 嗯 或者可能你 一直有一点小灾念啊 或者 踢到脚啊 跌倒啊 或者生病 或者东西找不到啊 或者一直 啊这边有关系咩 对 或者常常头痛啊 生病啊 或者一直睡不下 有睡眠啊 之类的 就做噩梦了 或者 就是身体状况一直 不停的好啊 然后还有就是灵异事件 就是这样 OK 所以呢今天的影片 哇非常非常的精彩 然后也是非常非常好玩 我在旁边听我觉得 哦那玩很好玩 OK 所以的话呢我还是很喜欢 西门师傅分享风水 因为呢 就是我没有去过的世界这样 哈哈哈 所以的话呢 所以如果你们喜欢 西门师傅教的风水的话呢 记得帮我们 订阅按赞分享 还有在下面留言 你对这支影片的看法 还有想要西门师傅教什么风水吗 有什么困难吗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咯 然后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不要忘记要去关注我们 其他的平台 Facebook Instagram 因为呢 我们会有时不时更多的更新 关于玄学的内容 不要错过我们的更新咯 所以呢 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影片 不要忘记 我们西门师傅 每天晚上7点准时发布影片 每天晚上7点 准时发布影片咯 拜拜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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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